今天让我们来共同讨论一下 有关于中国女排近期发生的热点事件吧 想必不少对女排赛事运动保持着关注的球迷粉丝都能够得知 中国女排队伍将会与巴西女排在13日的23点30 展开总决赛的第一场淘汰赛度局 可以说此次的赛事比拼迎来了不少球迷粉丝的关注和期待 通过几战赛事 看到了巴西女排队伍的参赛阵容以及实力变化后 多数球迷粉丝都纷纷表示 期待中国女排队伍在接下来的赛事队局里 将会以怎样的状态和阵容参赛 就在近期 有媒体人向大家透露出了众人一直比较好奇的 有关于中国女排队伍目前的赛前准备 那么其中 到底是发生了怎样的一回事呢 中国女排队伍会以何样的状态参赛呢 下面 就请跟随小编的步伐来一同往下看吧 从媒体人的发文中 可以得知 此次赛事不仅被球迷粉丝重视 就连杨士舞也对外宣布 会对本场比赛进行实时直播 这样以来 可以说是给予了参赛球员们最大程度上的支持了 与此同时 由于此次的淘汰赛 将会决定中国女排队伍之后的安排引去下 因此 在备战时期就能够发现 每位球员的训练都极其用心努力 尽管说 现如今 巴西女排队伍 在阵容以及球员实力方面 都要强过首战所表现出来的太多 不过 这并未给中国女排队伍带来太大打击 反而是激发了教练蔡斌以及参赛球员们的信心 从蔡斌教练在采访中的发言来看 其本人对于能够冲刺进入到决赛 也同球员们一样 有极大的渴望 毕竟之前的八强赛事中 没有一次能够挺过首轮淘汰赛 由此而言 这一次的赛事 蔡斌教练以及参赛球员们 恐怕是已经开始抱着必胜的心态 除此之外 李盈盈在采访中的发言 更是被不少球迷粉丝视为战书 或许对于每一位参赛球员来说 大家都期待着进入四强 以及最后决赛的那一刻